日本、美韩军演示重要威慑力对川金会期待 川金会声变 北韩中央通信社报道 南韩和美国展开代号魏大雷霆 Max Thunder的联合军演 是在预演入侵北韩 是两韩关系热络之际的挑衅行径 平壤取消16日与首尔的军演示 举行的高阶会谈 川金会能否如期举行也出现变数 对此 日本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 美韩联合军演是重要威慑力的支柱 确实实施对于确保的趋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西村表示 美朝会谈是推进全面解决与北韩相关各种问题的机会 日本会与美国一同准备阴影 表达对6月12日如期举行的期待 对于我们的进行